好玩 到底是什麽游乐器材 可以让小孩生得很高兴 这带于让小孩玩笑的就是 热花梯 这个食材并分造成特殊的热花梯 也是混淆浪亚佛南会的百大大事件贬值 风灾造成我们原本的游戏器材 已经毁损了 那再来学生没有一个 适当的一个游乐的场所 所以说我们就是 当初宪府文化处就 就有一个草根艺术计划 那请了那个 秋太阳老师来帮我们设计规划 那同时结合我们学校原本的一个 木屋的一个设计 那用艺术 艺术品结合木屋 那做成这样的一个溜滑梯 这个溜滑梯的真健康 是华南国修去年在到文化处推动 超经级的skate为保祖所完成的 这个溜滑梯上有华南东的第一线 也带到小孩的冲衣 让这个溜滑梯是竟加心动合法 梅族跟店铁和店铁丝 都会带到小孩来吃野餐吃饭 小朋友多了一个游戏的空间 多了一个游戏 而且这个空间还蛮安全的 这个时候那个小朋友 家长如果带小朋友来 其实都会来这边玩滑梯 对然后如果是周边 周边如果可以 就让他们可以坐下来 就是有地方的话 会更好 是真的有带来一些人场 这个真有代谢溜滑梯 没救华南国修 学生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的基地 华南国修主任主任 特别是虽然六花梯没有大海 但是创造出很多环球生 学生一方面就是说 学生有一个 适当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发现小朋友的一个经历 那另外就是说 这对我们整个校园景观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艺术品 这个分年八大的是今天 六花梯 欢迎大家可以来 出头退会一个当年的处理 即将进行长报道